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韩若宜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消息 还有全球的新闻看点 欧洲新冠肺炎病故破50万 法国总统也确诊 欧洲成为全球第一个新冠病毒死亡人数 突破50万的地区 欧洲过去7天有将近3万7千人病逝 创下疫情爆发以来单周最高纪录 法国总统马克宏也呈现阳性反应 他将依规定隔离7天 美医护理人员施打辉瑞疫苗过敏 送家户病房 阿拉斯加州发生一起 医护人员在施打辉瑞药厂的新冠疫苗 在10分钟后便出现脸部身体起疹子 呼吸急促等严重过敏反应 送往急诊之后住进家户病房 索性状况逐渐稳定 美医美医院感谢Mikey Chen捐赠30万个KN95口罩 为了感谢社区热心人士Mikey Chen 向美医美医院慷慨捐赠了30万个KN95口罩 美医美医院特别致谢Mikey的善心和支持 美医美医院表示 在与COVID-19疫情的奋斗中 像Mikey这样的社区成员的热情和善良 激励着所有人 同时特别感谢美医美医院的老朋友 前美医美医院基军会主席Sharry Wang和IcoSai 协助安排了这次捐赠 美医美医院成立于1903年 是一间非营利医院 提供综合性医学服务 目前该医院的所有基本服务 包括急诊室都将保持开放状态 也将持续为所有患者提供所需护理 中天中望整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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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您